今早的ET各股推介 就是南方恒生的反向ETF 揀選原因是港股短期高位整固 參考恒指20天線21,388點 去年10月底延伸的上升軌 大約21,300點 去年10月底低位至上星期五 高位回吐黃金比率是23.6% 恒生指數潛在回吐的幅度是2.1%至4.8% 大市高位震盪 投資者可以短線部署反向ETF 做淡或對沖持股的風險 但買賣時轉身一定要快 恒指反向ETF可以提供兩倍槓桿 就是7500 策略上7500昨日收報4.35元 可以在現水平買入 以恒指回到21,000點水平為第一個目標 並且以恒指重上22,400點水平作為地場參考 雷震盪 一鍵